11.1 Binomial Distribution 二項分佈 未開始 Binomial Distribution 之前 首先介紹了一個瑞士的數學家 叫伯努尼 什麼叫伯努尼分佈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我先講一講 這個字我是不懂得讀的 我在網上搜尋過 有個瑞士的男士和女士分別錄下這個字 怎樣讀呢 放在網上 我們可以一起聽聽 女的字是這麼說的 男的字是這麼讀的 我聽了很多次 我發現這個男士和這個女士 雖然都自稱是瑞士人 但是他們兩個的讀音 我覺得都是不一樣的 基於這個情況之下 我都不知道這個字怎麼讀 就算我聽了十次 我都讀不出 所以我就叫他做伯努尼 他寫了這個情況出來 他就是有一次的試試 我覺得是有兩個可能性的結果 就是說這個東西之下 它寫了一層 而且有二層 只能二條路 一是煞事 一是失業 然後它一便代表是失業 零便代表是失業 然後它有了可能性 就是失業 就是p 如果你做tree diagram 你都很熟悉的 失败是1-p 或者可以叫做q 他想到公式是这样计算的 公式是这样计算的 基本上 在题目那么浅 的情况下 都不用公式 你都应该计算 你看一看 例如一条MC 有四个选择 我乱撞的 请问probability of correct 和wrong probability 很简单说tree diagram 对的机会率是0.25 错的机会率是1-0.25 即是0.75 其实就会容易很多 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用他的公式 他的公式是这样的 失败就是 r是0 而success r是1 其实你失败了 r是0 会出现什么事呢? 你看一条公式 你失败了r也要0 即是这块没有了 即是前面p没有了 因为失败了0 所以这块没有了 即是只剩下后面这块 所以就是0.75 success 也是一样意思 你失败了1 即是后面的力量是0 即是这块没有了 那就剩下wrong 所以答案就是0.25 其实就和 你计算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你画过tree diagram 计算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OK 那 mean和variance 你需要记住的 ok 那 mean我都可以很简单地说给你听 其实如果你想想 如果一条MC是有4个选择的话 那你假设 如果你靠撞的话 那应该每4条会适合一条 对不对? 那expective value 如果是有4条的话 我就会当你有一条是对的 那就是expective value 就会是1 question correct 如果在4条里面 OK 那现在呢 我就不是有4条MC 我现在只有1条MC 只有1条 因为只有一个tree diagram 那当1条的情况之下 那我适合的 题目有多少条 那这样 那其实就是 将它縮下 即是将它縮下 那你发现呢 你会适合0.25条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是min 那就是p 那variance 就是靠地 p times 1 minus p 那我们就去一去 NOTES的第二页 因为如果你计算第一层 那条题目就很浅 没有什么难度的 但是呢 那个重点就是 当然考试 不会考你只有一层 那考试呢 就会考两层 那就是这个白鲁尼的 这个进化版 那就会是 有很多层 很多条MC 或者很多条有 success 和failure 的分别的题目 那这个就叫做 binomial distribution 那binomial distribution 和刚才不同 就是 那童不是只有日 那童是N的 那就是证明 它的tree diagram 会不断地延伸下去 这里有多少层呢 这里会有n 那么多层 因为它有n 那么多个child 那 p 是不变的 success 和fail 除非你MC的选择多了 还是少了 如果都是四个选择 那你的p 是不变的 OK 公式和刚才那里有点不同 你会发现是多了NCR 在前面的 那为什么会多了NCR 在前面呢 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之前呢 上个chapter 你其实做过这些题目的 你其实不断地用这条公式 你自己都未必知道 那你譬如 好像有一条correct 一条correct的probability 是多少 那你怎么计 那你怎么计 那对的probability 就是0.25 就是一条 那就是to the power of one 那你答错的机会呢 你要答错四条 答对一条答错四条 那你才叫做一条correct 所以0.75 就是to the power of four 就是代表你有五层的tree diagram 这里有五层 一二三四五五层 然后有一层correct 是走0.25那条路 全部都是走0.75那条路 走4次0.75 和走1次0.25 那为什么前面要乘以NCR 这也是我之前教probability的时候 不断不断强调要乘以NCR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要排斥序 因为我不知道你第几条correct 你是有一条correct 但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五条里面的第几条correct 有机会是第一条就对 有机会第二条就对 有机会第三条就对 有机会去到最后那条才对 你有五个可能性 所以我就要乘以5 将它乘以5 所以就是乘以5c1 5c1就是5 如果答错了 我答错了 看回tree diagram 就是不断走最底的一层 就是1-p 1-p 不断插实力 0.75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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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ch 也就是乘 довольно多少次 乘五次 然后0.25对的是0次 然后NCR就是5C0 因为没有一条对 或者你不写NCR其实也可以 因为你想想,有五条错了,就是错错错错错错 其实不用排次序,因为五条都是一样,都是错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下,5C0,你写也可以,5写也可以 因为5C0,你按键标准出来,其实是1 乘1的话,就是没有乘任何东西 其实你喜欢写和不写也可以 如果你背公式的话,那条公式就是这样使用 但其实你之前做这些可能性,你一直都在用这条公式 只不过是我一直都没有提到这条公式的存在 你纯粹只不过是用你的共识 用你的栗达格在这儿画画,然后去数 现在正式是有一条公式 这条公式你平时都已经用开 我相信你在技方面应该不会很困难 我们一起试一试做后面的一些题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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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